所以多半呢如果是软体公司的话都还会额外比如说像这个Karen的这个好控制项有时候其实还是蛮阳村的看起来其实还是不够漂亮 所以如果你要在你server上面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话那你还是得要花钱好去买那种比较漂亮的控制项 所以台湾其实目前看起来 反而使用这种 这种这种framework这种额外在买然后去使用的其实还蛮普遍的蛮普遍的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你至少你要了解这个控制项的使用方式你才有办法再延伸再去比如说外部有费入一些控制项之后你怎么去使用 那不过他的使用方式逻辑大概都相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是免费的不用钱的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花钱那你就用他内建的那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花一点钱好那你去哪边找呢其实网络上搜寻一下绝对都有相关的那个控制项 或者frameworks frameworks或者是早期的话是componer就是元件 那有点像软体零件反正本来没有你到就像一个硬体零件一样你到工号上买来回去插在你主机上面你就有这个功能类似的概念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控制项的概念那其实这个控制项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他其实就有点像一个软体零件本来你需要几百行程式才能达到的 现在几乎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把属性设定好简单的程式码把它输入上去他就可以给你结果了 因为早期你要取得时间的话假如你让使用者user自己填很容易出错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说应该填什么格式 可是如果你这个日期格式错误的话那将来你在执行的时候就可能发生有bug的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呢他就是不需要 然后呢如果说你要特定的日期呢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输入值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呢如果一般的程式设计要写写到绝对不可能 所以ASP.NET提供一个这个控制项 你不需要撰写任何程式就可以轻易完成 这个也是控制项的一个概念 比较简单 所以你要学的其实不是去知道说这个Karen的控制项怎么做出来的 你只要知道说你怎么去用它就对了 它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呢这控制项的名称叫阅历控制项 所以你会发现它可以让你去做那个日期的挑选 比如说你这上面有那个箭头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应该都常常使用了 反正选那个日期 控制项会在网页中显示一个阅历 然后向左向右 可以让你去找到这个日期部分 底下的话呢我们 那这里的话呢它的设定非常复杂 其中比较多的 这个常用到的一些这个属性 我想各位也稍微参考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我们第六章里面的这一个 这一个